legitimate 有沒有多少人在今天看剛才的影片之前 有看過我在網路上面的一些段子的影片 可以舉個手嗎 對 真的蠻多的 給自己個掌聲好嗎 謝謝你們 就是你們 在路上看到我就 那就是網路怎樣打手槍那個 我以前的稱號是 那個就是模仿吳清風那個 現在我是色情皇 那個性教育的段子是最廣為流傳的 很多藝人朋友呢 就從那個東西看到我 然後我身邊的朋友呢 開始認識到說 原來我是一個單口喜劇演員 脫口秀演員的時候 他們就會紛紛的分享很多那種 影片啊有趣的新聞影片給我 甚至是脫口秀演員的影片 他們就會傳給我 我說欸你傳給我這個 欸這很好笑 那為什麼要傳給我 啊不是啦 因為呢這個超好笑 它很自然很幽默 跟你參考一下啦 加油 我就想問一下 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貝多芬的朋友 你要聽到一首歌 跟他講說 欸貝多芬 這首歌超好聽的 你聽聽看 這可以作為你下一首創作的靈感喔 你不會這樣做吧 不會 因為貝多芬聽不到 我已經盡量找一個 不會到我的殘疾藝術家了 但另外讓我很意外的是 我多了一個很特別的粉絲 SHE的Selina 她昨天有來看手連場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SHE吧 就是愛身在這美情世界 那個對不對 然後就點頭 透露年齡 然後 然後Selina有一次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擦身而過 她就跟我講說 她就看到我就說 跑平跑平我在偶像 她就跑過來 跟我聊桌我脫口秀的東西 她好喜歡性教育那個段子 好喜歡 不要看她這個人正經正經的 好喜歡那個W的段子 然後呢 有一次我晚上的時候 我就接到黃子焦焦哥的電話 她就說 欸 黃明你現在有空嗎 我說 有 沒什麼事 焦哥怎麼了嗎 是這樣的 我現在跟Selina愛吃飯 呃 Selina很喜歡 你的這個脫口秀的內容 想說看可不可以 她說問你 可不可以到她家 講現場的給她聽 我說焦哥 去她家講現場的 是純的脫口秀嗎 焦哥就說 當然是純的脫口秀 你不用擔心 不是的 焦哥 如果是家職服務 我也是可以提供的 今晚就讓她知道 什麼叫做美麗新世界 我跟你講 昨天Selina帶潤拔來 我也是這樣講的 你笑最大聲就在潤拔 噢 趕 趕 很有趣很有趣 所以我覺得說 用這樣的方式被大家認識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而且它拓展了我很多 不同事業的觸角 開始有學校 他們會邀請我去演講 你知道嗎 之前有一個國中主任 他協工信過來 他說好 老師呢 想要邀請你 來我們學校演講 我們學生聽說都很喜歡 你的脫口秀 想要邀請你來演講 那主題就是性教育 我想到這個老師 一定沒有看過 但也有那種學生會會長 文情並茂的寫了一封信 他講說 我們的同學都很喜歡 你的脫口秀 也很欣賞你的口條 還有在網路上面 分享各種生活經驗等等的東西 不知道下個月 有沒有機會邀請你來 我學校演講呢 博恩老師 看清楚我是誰 再送出好不好 但後來我還是用 博恩的名字接了三場演講 底下人切切思維 那個博恩跟網路上面 長得好像不太一樣嗎 這樣 他們有這個疑惑的時候 我叫他們挺出來 喔 是是是是博恩 這全認包不認人 然後真的上個月 我成功的去了一間學校演講 那是一間雙語學校 學生每個人都有各種 不同的語言專長 可能有人會日文啊什麼什麼 然後我去那邊演講呢 我做了大概半個小時的分享 跟我生活經驗有關係的東西 結束之後 學生一個一個上台來分享 所有聽完演講的心得 那分享的人呢 就可以獲得小禮物 那前面第一個講 喔我覺得很好聽 黃好拼老師分享的很好 第二個也都正常正常 到第三個不一樣了 第三個上來是個女學生 一上台看著大家 我問一下 你剛剛講什麼 老師 我剛才講的 是世界上第二多人使用的語言 西班牙文 你聽不懂嗎 我當下就知道這個 她在幹嘛了 我當下知道這個女學生 她要讓我出球 全場鴨雀無聲 每一個人都在看好戲 想說我會怎麼回 老子也不是神人 我看了這個女學生 我告訴她說 同學 不好意思 我當然聽不懂 因為我都說 世界上第一多人使用的語言 中文 全場歡聲雷動 掌聲尖叫 學生老師都跟著拍手鼓掌 叫得好 結束演講之後 學校主任親自過來 請我 那支麥克風